防疫这个预算 8000多亿 竟然没有一块钱 到对你们这新多 这沙尼 你都晚一 都继续忍受下去吗 宣布独立参选 总统大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三号晚间参加新北市 计程车工会的纪念参会 要抢问奖的票 在台上批评民进党防疫纾困 8000亿的预算 小黄司机都没拿到 但真是如此吗 每一个就是车辆跟驾驶者 去做申请的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那个补助是每一个都有拿到 回顾2020年4月 进出监理站的小黄 一批接一批办理纾困补助 每人每月可申请1万元 最多三次 最快三天就拨款 换句话说 问奖每人可领到 3万元的纾困补助 另外油钱每个月2000 连续6个月加起来1万2 如果是防疫计程车行列 还有更多补贴 算一算一个人的补助金额 超过6万元 时间来到2022年6月 疫情高峰虽过 但依旧严重影响 计程车运量 交通部协助渡过难关 沿逆补贴方案 每辆计程车防疫物资补贴 一人5000元 两波补助算下来 就有76亿 另外还有交通部 各县市府交通局 疫情期间不停加码 种种证据一再打脸 郭台铭大放厥词 却非事实 三明星 认为干涵人士 我还一心去少 组台北才帮我倒